我那句词背了得下一千遍 第一瞬间邀请就是演小品 我其实知道 这是对我来说 是一个特别大的挑战的一种困难 然后我也知道我会很紧张 会很有压 小芬 您要求大家写的东西 我都给您收上来了 太好了 你刚收到这个邀请的时候 我觉得啊 你可能第一时间会想到说 是不是要唱歌要跳舞 我不是特别想在春晚的舞台上唱歌 为什么 我就是想突破自己 就哪怕被骂了也好 我也无所谓 但我觉得这是我人生当中一次 特别重要的机会 就是我要让自己变成一个 不一样的我自己 我不想 我想要颠覆大家对我的一种看法 因为我毕竟也出道很多年了 就哪怕我带着这种紧张 这种压力感 然后在春晚的这样的舞台上 做出这样一种挑战 我觉得 这必须得成功 你的这份想突破想挑战 第一次就放在这么大的舞台上 是有风险的 我知道 所以我必须要 我那句词背了 到现在为止 是已经说了不下一千遍了 所以我觉得付出是有回报的 出道之前没有学过的东西 我觉得出道之后来偿还 这是我一直在我的职业生涯当中 在学习在做的事情 你有很多标签 那这一次你是想把演员的标签 更扎实地贴在你身上吗 我觉得春晚不是说演好一个小品 他真的能给你贴上一个标签 我觉得这只是对我来说 我自己的演艺生涯当中 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标签 我因为通过春晚跟我之前拍的电视剧的一个结合 让我在我现在的这样一个阶段 有了更大的一个突破 然后在我未来 我觉得我会有更多的尝试性 可以去挑选更多好的作品 有难度的作品 这是我对我自己的要求 别人对我贴什么我都无所谓 我说我是个演员 别人不喜欢我 他也不会给你贴演员 他还是你在他的眼里 我也还是啥也不是 对吧 我就穿做好我自己就够了 对吧 时光宝盒连线神秘嘉宾带来意外惊喜 王子涛 他将邂逅的神秘嘉宾是谁 嗨 我为什么长得长得像熊猫 呃 是不是有黑眼圈 颜高颜值 黑眼圈 啊 是我是我是卧残 你发现你黑你的眼圈黑不黑吗 这是卧残嘛 你不也有卧残吗 咱俩下面 咱俩下面 咱俩下面那个就是卧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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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这都是超颜值 对对对对 一定要亲自来经历 到时候我带你 看我们的国宝大熊猫 必须的 谢谢谢谢 嗯 呃希望你们在新的一年 呃可以照顾更多好的熊猫宝宝 王内会 希望更多的熊猫宝宝 能够出现在咱们的基地里面 然后也希望你们身体平安健健康康 好的 谢谢谢谢谢谢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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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